好了,回來了 現在就講講昨天發生的地震 就是土耳其敘利亞那裡 這次很嚴重 三千多人已經離開了 不過地震的強度就是7.8級 在土耳其南部 敘利亞西北部接壤 嚴重破壞 土耳其的災情很嚴重 五千六百座建築物倒塔 土耳其方面也有一千七百六十人死亡 有一萬二千多人受傷 總統埃爾多安宣布全國哀悼七天 直到這個月的十二號 全國和駐外機構下半期致哀 這個是很慘的 本來土耳其說有發電船 可以走去幫烏克蘭 現在都應該不行 他們可能都要留給自己用 現在問題是很嚴重的 敘利亞方面 他們說 地震造成一千三百多人死亡 超過三千四百人受傷 有幾十座建築物倒塔 以及阿勒普的歷史遺跡 總統巴沙爾 就召開緊急內閣會議 評估災情 以及討論救援行動 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多個國家的領導人 都向土耳其和敘利亞治爾為民 部分國家已經派出救援專家去災區提供協助 但是今年開年都不好 我告訴大家 天災是多了 亦都是嚴重 那你說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人類有報應 我又跟大家說不是 現在是去了一個地震高化時期 其實就輪著地震 尤其是在地震大的地方 這是沒有辦法的 大家知道這件事 大家小心謹慎一點 那 有些貓友就留了言說 那些住宅多少錢 我們待會再討論一下 本來不是很想說這個話題 因為說這個話題 其實有些貓友提過我 很趕客 有些人一想就說 一定要建的 一定要支持政府去建的 問題就是 你不能夠看到一件事 就是之後的後續問題 會很多的時候 你都去支持 其實 如果後續問題太多的時候 你去支持 你只是為下一屆的人 添亂 你說 不是 這些就是特首負責 好像匡威師說 特首負責 我們又不是收過的人工 我不用管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只顧著駕駛的士就可以了 所有事情很厲害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 老實說 我只是說它是現實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 你都要知道 知道發生什麼 你才可以做一個 比較恰當的決定 其實就是 好了 那麼 土耳其那裡 很嚴重 你說其他地方 是不是還有 不同的天災會出現 他們的問題就是 在土耳其那裡 它這樣震了一鍋之後 它就不會 就這樣就完 這件事情 尤其是這麼大的地震 通常之後 它 接下來 可能一頭半個月 它是會再震的 那它再震 會不會再厲害一點 有些地方我試過 就是它 大地震之後 一頭半個月之內 它再來一鍋再厲害一點 那你說土耳其 有沒有可能會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 你不可以說 沒有可能 那 沒有辦法了 就是 天災改變不了 大家都 不過說一下 美國股市先 就是美國股市方面 它們現在 都是跌了 就是現在 杜瓊斯工業指數 跌了34.99 去到33891.02 跌了0.1% 這個標準普爾500指數 就跌了0.61% 收市4111點 它後面的尾數是08 那 那 這個 NASDAQ 即是納斯達克指數 跌了1% 那 收市是11887.45 那 那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就是 現在有些人說會上升 其實就是 那 當然還有 一些 公司的表現 是比較差的 就是 好像 Target Like 還有 蘋果 那些 都是比較差的 其實就是 另外就是 Tyson Foods 那 Tyson Foods 主要就是做雞的 就是做雞有關的產品 那 他賺的錢又少了 他為什麼會賺的錢又少了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他們之前呢 就搞到一些雞龍都很慘 其實就是 所以 都很麻煩 他被人 除了一些雞龍 搞到他們的待遇好了一點 之後 他的賺錢一定是少了 所以是一定有麻煩的 好啦 那 那 拖得車 佛山都會地震 那 其實就是這樣說 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會地震 他 即 地震那個機制 其實 大家是知道怎樣會發生的 但是 是不是所有的斷層 大家都知道呢 其實就不是 即 地質的那些斷層 很多時候是震完之後 你才知道那個斷層在哪裏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 不簡單的 那麼 Sandy Wong 早幾天國內都有地震 好像佛山 早幾天國內就是在佛山那裏震了一下 但是那裏就很小事而已 即 國內的情況現在好過之前的 尤其是大城市一定好過之前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如果建高樓大廈的話 你如果要計算那個 風力 即風吹在房子那裏的力 那個數 其實很多時候都已經大過地震那一條數 其實就 所以 建高樓大廈之後 本來就應該會安全一些 即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好了 繼續說一下 國際的消息 不好消息 說到這裏就算了 好少少的消息 那 超哥 他現在就離開沙特 之後就會去阿布達比 繼續訪問 這個超哥出賽代表團 那 去阿布札比 今天早上就會有其他消息 那 之後 禮拜三的時候 超哥就會去 杜拜 現在翻譯的名字叫迪拜 那 是同一個地方 而已 他去到禮拜六 才會回香港 超哥 那 這個就說了 那 另外 香港的消息也是 很多環保團體 就提出一個意見 就是 那當然是 嚴格來說 是反對明日大禮 反對明日大禮 那 就是有沒有道理 那 其實當然沒有道理 你說反對明日大禮 那為什麼那些人反對這個 就是 啟德那個人有道理 反對明日大禮 沒有道理 明日大禮 周邊 影響不了很多人 其實 而且那個規劃 老實說 沒有什麼改變 現在 那些環保團體 就趁 這個特區政府 就 沒有諮詢 沒有主動 其實 特區政府 在這個 人工島 研究 各方面 或者人工島 興建那方面 其實他不用真的 諮詢很多人 因為 真正受影響的人 是很少的 說回來的事實就是 你真正受影響的人 是少到不得了的 還有 大眾是有很多利益的 這些工程做好了之後 當然 有些人是教 不是的 有其他地可以用 那 是不是呢 那待會再探討一下 那 C Jojo 就問 佛山不是地震大 其實 就是這樣說 就是 佛山 不算是地震大的 其實就是 就是 有些人說 理論上是沒有地震的 可能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不知道那些斷層是在哪裡 其實很多時候是 那個土地的那些斷層 你是要畫在地圖才會知道 或者你真的去 去拿個鎚仔 那些叫做 Geological Hammer 就是讀地質學的人 就會像是拿鎚仔 去撩一下石 鑊一下石 看看那個 斷層那些 因為斷層那些 很多時候會變成 不是石 就是變成 斷層中間 你可以去看到的 有些黏土的東西 有時候會變成 我不是吧 全部情況都是會這樣 那 你是不是真的有人去 去到那些 郊野的地方 去看一下 哪些是斷層 哪些不是呢 其實就 不是這樣的 有些人就說 就沒有 很可能地震 其實全世界 任何地方 都有可能會有震動 只不過 震動的 那些 嚴重程度 是不一樣的 是全世界 都有可能會震動的 其實就 那你說有些地方 不是會震動多些 那當然有些地方 會震動多些 就是 在那些 板塊邊的地方 那些地方 都是會震動的 很厲害的 那好了 當然 嘉嘉就說叫他去找 既然說 找到那麼多地 不知道說是誰了 收平業就說 反明是大嶼 那些人自私 那他們說環保 他們其實就是 為了那些海豚發聲 所以我就說 他是不是影響到 就不是很影響到 影響到大自然的 有些 但是 又不是影響到很嚴重 因為你可以 就是 用一些 升納的東西 就叫那些海豚 離開這個工程範圍 其實就 那當然 就是 發展局 他覺得 某些環保團體 不肯出席 一個 會議 那 就 覺得很失望 和可惜 那 我也覺得是失望 和可惜 其實就 那 講到這裡 就 今天主要新聞 都差不多了 其實 但是 還有一個消息 就是 和加拿大有關的 加拿大 之前 就搞了一個 類似 所謂引號救生艇 它就叫做 開放式工作簽證 那 現在那個 截止日期延長了 還有 那個資格要求 也都放寬 那 之前 大學畢業五年之內 你去 加拿大做事 他就很容易批過簽證給你的 現在 就是 大學畢業了十年的人 都符合資格 那 加拿大 他怎麼說呢 其實就說 他繼續支持加拿大 和香港之間的交流 同時 就為香港人挺身而出 通過延長和擴大 開放式工作簽證 那就可以給到 加拿大僱主 在最需要的時候 僱用更多技術工人 並且 可以給那些 人員 獲得寶貴的工作經驗 那 這個所謂的 救生艇計劃 那 是不是吸引了 不少的香港人呢 其實也是 那 那 香港人 是可以申請到 永久居留 那有沒有辦法 入籍 其實是有的 就是加拿大 這件事情 就 比其他國家做得好 如果你在一個 旺友的角度去看 就是 好了 那 Camp St.Lo就說 海豚都不會在交易就出現 那就不會 當然不會殺了海豚的海這麼大 你是可以 用一些星臘去 趕它去其他地方 住住先的 那你說 那什麼逼遷 那 那 是的 有些時候是要 做些事情 就是 大自然是要給一些代價 人生存 就是要這樣 就是你平時一天 吃一頓飯 都可能 搞了很多 性命 都是 去滋養你自己的生命 就算你 吃齋也好 你吃齋 老實說 都是 要打殺蟲水 那些東西 種田的話 你也是殺了很多生命 在過程裡面 那 好了 講到這裡就算了 免得有更大的爭議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就算了 吃了 再說 吃 但 吃 吃 小燈 吃 好 吃 吃 太 吃 吃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